另外在鹿港町的赫七别墅在五年前 因为这个家庭和建物的结局 没缺着落大后来崩溃 文化博和文化博是导致2500万来收获 最近已经完工严收 立委、王妃美也特别邀请文化博 下方检查到立宿建筑 希望能够加庄保护我们的文化资产 立宿建筑赫七别墅五年前因为风灾到去 文化博、文化博、总共导致2500万收获 加上建局主体是清条门与收件的 第一这门听是日本时代所收件的 已经是王家经营金融信特业的中所 而且以三太行上和大陆母业真经非常兴盛 核七别墅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就是它的彩绘的部分 这是核七别墅一个很重要的祖山 我是希望说相关团队是不是在这方面 可以大家努力把这个彩绘完成 立委、王妃美也全天邀请文化博 下方检查也来提出优好的方案 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祖山 核七别墅 如果从我们小时就常常听到 他是一个过去很好的人 他的一棟他的房子 那我们政府部门介入的有缺乏 所以过去有些很好的东西都破坏掉 所以后来感觉有一点稍微有成长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就是他的彩绘 过去就是他好好的人要带那种彩绘师来这 让他担心大 让他担心包裹 让他吃好料 吸鸭片 他欢喜就跟他揭开一遍了 让他一种大师的彩绘 那早期六更有一种文实工作者 也有带那些东西 我希望未来我们继续来努力 清除他的彩绘 还让他回复到他当时那种繁华的那种 艺术的那种感觉这样 后期别墅中间之后 也没做的稍微是 关于完头小米也希望文化球要来改善 这个厨型都弄起来真的是很感动 但是一些缺失的地方还要再继续改善 还有还有里面有一些彩绘的东西 希望说文化局这边能够再呈现 当初他们这个后期别墅繁华的时候 才能够呈现说 以前大户人家是什么样的原貌 文化局也准备在年底 要将后期别墅来民 本来的老建局重新庭建 让民众加入时光隧道感受文化美丽 大众华新闻林军六甲彩虹报道